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功德无量 是不是 这功德要来干什么呢 功德会消灾化劫 功德可以救度有情 你看这个人他有灾祸劫 他为什么都求观世音菩萨 求阿弥陀佛 求莲花生大师救他 他只要见到或者感应到佛菩萨有来救他 或者放光或者闻到异香等等的锐照 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得到平安了 从危难中解脱出来了 对不对 因为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有无量的功德 那真是清净庄严累积修来的 那他们怎么修来的 我们这样在做的事就是去学 以往他们所作所为 所言所行 我们是跟随诸佛菩萨的脚步在行持的 所以很多同修你很想帮助周围的 特别是亲人 长辈 对我们有恩德的人 你都很想帮他 或者过世的人 你很感念他 想要追思缅怀 想对他做一点贡献什么的 你要有功德 你功德只要发心回向给他 他立刻得到 所以功德是通三界的 不是只有在人间 天上 甚至在幽暗的地狱 也要靠功德来救赎 所以能够修基 广大的福慧之粮 能够积功累得 这个人活在世间 就是上智之人 都不浪费时间的 人要吃喝玩乐 乱谈 乱讲 乱聊 胡思乱想 发呆 昏沉 懈怠 那时间很简单就过去了 一生中也没少做这些事 对不对 但是你得到什么 得到消沉 得到衰败 得到一事无成 所以人要有积极进取的人生 让这自立立他的佛法 横转下去 我刚才打开了我的寂寞笔记本 这寂寞笔记本由于非常殊胜 要改名叫做慈悲笔记本 这慈悲笔记本讲到一个故事 大圣金刚经论 我们到场印这一部经 叫金刚心总词论 这是过去有一位祖师大德 叫做佛屠城大师他所做的 那金刚心总词论讲什么呢 一切罪业何业未重 一切罪业何业最重 佛言一切罪业最重 杀生食肉 其业最重 何以故 一刀还一刀 一命长一命 千万生中 相淡无休 是故菩萨欲出轮回 先学慈悲 不食不杀 所有的业障里面 所有的罪过里面 什么是最严重的呢 就是杀生吃肉了 你杀了他还没完 还要拔他的毛 刮他的鳞 拔他的皮 吃他的肉 啃他的骨髓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仇恨 是非常深的 业障也最重 因为一刀还一刀 一命长一命 网路流传 有一个人 这影片现在 已经可能过于残忍 可能已经被下架 看不到 看不到好 很恐怖 这影片我看到了 我到现在很难忘 有一个 华人 被印度人抓起来了 这时候之前 不是边境 有军队对峙的事情 那个时期 印度人不知道是为了些恨 还什么 把这个华人用杀猪的方式宰杀 入影 活活地宰杀到 伸手 分离 支离破碎 我们看了触目惊心 非常的痛苦 觉得非常的悲哀 人类为什么要这样 自相残杀 可是当我们在宰杀 其他生灵的时候 又何尝不是如此 你看屠户 屠宰场 每天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吗 一刀还一刀 你杀人一刀 你将来就要安一刀回来了 一命 敞一命 所以千万生中 相淡无休 就是说你想 你曾经杀他 你曾经吃他 现在你学佛觉得好了 我想要解脱轮回了 我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了 人家在那边恨你了 还我命来 你怎么走 怎么走呢 一命长一命 所幸有佛法 我们现在有佛法 来忏悔长命在 所以能够学佛 抓紧这个因缘 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我们有别人